我来的就是 可能是之前 我自己考虑的不全面 出这个问题有点心慌 我先跟你道个歉 不好意思 行 你先坐 先坐 是这小伙子吗 是 车祸之后再没见过面是吗 没有 这是车祸之后第一次见面是吗 对 其实大家最好奇的就是 当天为什么没有道这个歉 今天一上场马上就道歉了 当天就是刚撞到阿姨的时候 我是道歉了 然后后来就是 因为各种原因嘛 刚开始几天 我就是一直在联系平台 保养公司 后来就是平台和保养公司 也就是跟我要走了 阿姨和阿姨家属的联系方式 然后我等平台他们联系我 然后我这边也没有考虑 全面就是去看望一下阿姨 因为我有自己有一点顾虑 你顾虑是什么 因为我要去打工的时候 我之前在家里边就是 试图创业也就失败了 欠了有七八块钱 然后也没钱 我就是也不知道怎么面对阿姨这个问题 所以说没想好怎么去见阿姨怎么说 所以并不是没有意识到自己这个事情 对阿姨造成的影响 而是不知道怎么去面对 对 我想就是这边保险下来的话 最起码能给阿姨有个交代 其实小伙子你看说出这话来 阿姨眼眶一红 其实我特别能理解 今天小伙子来到这非常坦诚 一上来就把自己遇到的问题也说了 这一个月没露面是因为不知道怎么跟阿姨去 对 我已经不知道怎么解释 因为我没有钱能解决这个问题的时候 感觉又没脸见阿姨 你的想法别人未必能够接受 因为毕竟阿姨是受伤的一方 对 我知道 可能是我还比较年轻 考虑事情不太全面 就是没有考虑到阿姨这个心情 我只是想试图解决这个问题 因为这个问题本身就是迟早都需要解决的 没有想过要逃避我 从外卖小哥的表述中 我们确实能看出来 他是真的想跟陈女士解决他们之间的纠纷 但是我们不禁疑惑 如果外卖小哥真的是一直抱着这个想法和态度来解决问题 那么在陈女士治疗当天 他为什么要背着陈女士拨打了近三个小时的电话呢 而这些电话到底是给谁打的呢 我想问问 那你当时在医院 咱们说刚发生这样的事情 可能大家谁都懵 对吧 当时到了医院之后 三个小时差不多阿姨治疗时间有 你再打电话给谁打电话 给我们平台负责人 他们说什么呢 他说就是专门处理交通事故的人会联系我 然后协助我处理这个问题 后来我就一直在等他电话 所以这三个小时你就反复在外面沟通 对 然后也想就是找我一些朋友什么的 先借一点钱过来 但是我也没借到 就是在外面打电话 就是用这些 其实你也试图在外面借点钱 对 我相信你这些事情说出来以后 阿姨至少心里面能理解一下 你这三个小时为什么不管不过 你当时为什么不跟阿姨 或者那边说说 你说我也在想办法借点钱 当时我是跟那个 他的孩子 说这个问题 我说我在沟通我领导 他让我在等 然后我这边我也在跟我朋友打电话 就是想办法让他们帮我筹钱 后来嘛就是 他们可能就是有的觉得 就是我现在欠的比较多 不敢借 因为本身还有好几万的债务 对 借了还不知道什么时候还 也就不敢借给我 可能有一部分这个原因 所以我特别想问啊 那天着急在路上 怎么没看路啊 在干嘛呢那是 因为我感觉到我是逆行 我看了一下导航嘛 然后就是 因为我还有六十多米去到目的地了 瞟了一眼 但是阿姨突然间就出来了 然后我也没停住 就撞上了 对 就是赶紧往那边咧了一下 不是正面撞上了 我看了一下 应该是我后边那个大针 那个架子 磕到阿姨腿了 把阿姨给带倒了 对 那我想问问你 当时是接了单了是吗 对 当时锁里边有单子 那是在送一份餐吗 对 你那时候对那一片熟吗 不熟 就所以要看导航 才能去找路对吗 就是看导航嘛 然后有耳机 导航让往这边走 所以就是低头一看 就是瞬间就发生这样的意外 对 其实我特别想问小伙子 因为我在路上经常看到 我们说是外卖小哥 很多人真的是边开车边看手机 我其实以前 我就特别想问一问 就干嘛不能把车停下来 我们在路边看好了 问清楚了 咱再上路 干嘛要边开边看呢 主要是我就是听到 还是显示就剩六十多米了 然后我们送餐是有时间限制的 如果超出这个时间范围 会有怎么样的惩罚吗 会罚款 对 你这一单能挣多少钱 就是我当时送的一单 应该是五块多 如果超出时间没有送到 扣一半 只拿两块五 对 因为像我一个新棋手 一天就是有时候一百八 有时候两百三 赚这么多 如果说全部扣一半的话 我在北京一个月就拿两千多块钱 三千块钱 那你家人现在知道发生这个事情吗 我家人不知道 没敢跟他们说 对 你在家里欠钱的事家里人知道吗 家里边也不知道 因为我爸身体不好 我爸就是几年前查错了 有脑梗 所以在外面什么事都不跟他们说了 就是报喜不报忧嘛 家里有几个孩子 他们还有个姐姐 姐姐出嫁了吗 姐姐出嫁了 姐姐你也没跟他说 我姐知道 但是我不让他告诉我 就是我爸我妈 姐姐又没有给你出出主意 说这是怎么办 就是我给我姐说过以后 我姐说现在这事 她说我也没办法 因为我姐妈也是做生意嘛 刚开始起过 就全投进去了 也帮不了你 对 之前做生意我还找我姐 拿两万多块钱 外卖小哥的话 让我们感慨万分 一个来京打工的年轻人 在不了解行业规则的情况下 就贸然投身了一份 要求很高的工作 本想挣钱还债养家 却又因为一场交通事故 背负了巨大的压力 而最近发生的一件事 又让他的境遇雪上加霜 就是我本身我现在 我也遇到问题了 跟平台方面的问题 遇到了什么问题 平台就是 APP上把我的账户给拉黑了 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是从昨天 现在还能正常工作吗 不能 就是现在好多事情 我现在我都搞不明白了 搞不明白是什么意思 就是现在我登陆APP 账号一场 劳动协议也提示要变更 当时跟自己的主管去沟通了吗 主管说你什么时候把交通事故处理完了再说 那这期间不能接单不能工作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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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